和什么样的男生恋爱最可怕 美妆博主王睡睡的老公张硕 自认自己是明星脸 一个是张柔云 什么 一个是主要看那个眼睛 一个是雷亚音 我其实没有雷亚音的脸那么肉 对 我的五官应该是比那个要 可能要再立体一点 还有一个是仪和尾 而且我皮肤比较好 而和王睡睡从高中相爱时 他便认为彼此是 金童玉 而当初王睡睡还没毕业 为张硕的生日 他努力传钱送他心爱的吉他 不是因为张硕说 他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 让我给他准备仪式感 然而到了王睡睡生日时 他却没有任何理由 基本上我生日也没有什么 表示 就是生日的话 他是让我自己找一个 我想吃的餐厅 然后他陪我去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最高的位置 但是没有礼物 离书花都没有 而周年纪念日更是不用说 没有过过这个纪念日 就是张硕想不起来的 就是我们十周年的时候 我告诉他 他就一个反应就是哦 真的怎么比我俩还惨 我俩至少还吃顿饭呢 对啊 对这样的男人 真的有人爱吗